55. 太陽報 黑客車文華東方道客信用卡資料 2015年7月12日港民A08國際之名 曾有不少名人入住的香港文華東方酒店發生客戶資料外事事件 文華東方酒店集團發表聲明,承認兩間位於本港的酒店去年6月至今年2月期間 曾被黑客入車並盜取住戶的信用卡資料 連增在餐廳用線或使用酒店水療服務的客戶 只要增使用信用卡結帳也可能收到波及 專家指事件非常嚴重,認為企業應加強互聯網保安意識 個人私隱專員工處將對酒店進行審查 建議受影響市民聯絡信用卡發卡機構尋求協助 在全球擁有多家五星級酒店的文華東方酒店集團 今年3月被揭發租黑客入侵,導致住戶的信用卡資料外洩 集團前日發聲明,指其在香港文華東方酒店 及自地文華東方酒店也受影響 令集團受影響的酒店累積至10間 其他受影響酒店分別位於巴黎、倫敦、日內亞等 聲明稱,約客戶爭於去年6月18日至今年2月10日在香港文華東方酒店 或於去年6月18日至今年2月3日在自地文華東方酒店登記日住 享用其他服務而同時使用信用卡結帳 資料或已被黑客用惡意軟件盜取 相信黑客取得住客性名或信用卡號碼 而平碼或保安碼則未有外洩 反電腦病毒系統無法偵測聲明又指 酒店的反電腦病毒系統最初無法偵測到黑客使用的惡意軟件 事發後已將惡意軟件移除,並通報同業提防 集團亦已通知所有受影響人士 電腦保安公司大中華及南韓區總監李力行認為事件非常嚴重 酒店掌握大量客戶個人資料,認為應加強互聯網的保安意識 令黑客卻步,李力行警告,互聯網較現實生活更危險 不少黑客擁有高學力、高技術、蓄企業正視網上保安問題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言人表示 目前難以估計事件的受影響人數,會向文華東方酒店集團了解事件 並會與酒店進行循規審查,了解酒店的保安情況 案審查結果提供保安建議,受害者而聯絡發卡行查詢協助 本部已向香港文華酒店查詢受影響人數、住客國籍和身份等 為發言人在截稿前未有回復 警方發言人表示,警方網絡康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會跟進事件 等於為發言人數、選擬、分析、公宗、入行工人等 設計人數、不可知… 竟然為了解作詢協助 或是為了解決… 可以,為了解決… 此為了解決既存在中的公式